大家好 欢迎参加 Open World Tour的下午 第二个议程 Cosquad 2023国际交流 我们的所见所闻 其实就是呢 他们出国以开源的名义一直玩 在不同的Conference玩 在FostCom 比利时玩 然后在FostAsia玩 然后在HK OSCom玩 然后今天要来献他们 玩的内容 对 然后呢 第一个Mac 她其实就是下明年的总招 跟议程组的 组长的候选人 然后 再来就是雪玲 她是议程组的美女 大美女 Cosquad议程组的美女 再来这个是Sue 她就是 她最近有两个需要点点阅率的 比如说她的部落格 https 写什么 就是那个写线blog.sudo.tw 去点阅一下 充一下流量 然后还有呢 她最近又做了个Podcast 坐在世之一 苏同学 这三位讲者呢 会来告诉你们他们 藉由看月明义旅行的故事 所以大家不要太忌妒 就 听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Shirley 然后今天主要呢就是我们会用一个轻松访谈 轻松聊天的形式 那其实我的访纲第一项是写说 个人介绍与聊天 但 Julia都帮我们介绍完了 所以呢我们可能就直接进入 我们第一张投影片 第一张投影片呢是我们想要请叔叔来聊一下 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摆摊主 然后摆摊主成立的故事 好那就是因为其实今年的话 去年实体活动就是突然增加了很多 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参加活动的人 所以说我就会想说 就是除了当会众以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去问 那个Cost Cup的总招说 我可以去帮忙摆摊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很多就是活动 什么MACON啊或者是 HECON我没去 但是就是有各种 台湾的conference 就是我们Cost Cup都有去摆摊 然后摆了几十周就觉得摆摊好好玩哦 然后我就想要明年就是2023年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跟在team building的时候提议 跟大家说我想要做就是摆摊主这件事 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一直出去摆摊了 所以我们今年初呢就是开始成立了这个Cost Cup的摆摊主 那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摆摊主你们不就一直出国玩 怎么过得那么好怎么过得那么爽 但其实我们叔叔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在收行李还有在搬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很累的 哦对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2023年第一个摆摊就是去欧洲 然后那时候光是冬天你的衣服就很重了 然后你又要再带很多文宣 然后欧洲的那个Folstein的活动又是那种几千人活动 所以你又很担心带不够 所以那个时候我光出去的行李 我就是很零件就0.00几公斤就是要超重了这样 然后就扛得很辛苦 对所以虽然说什么 Julia说我们都是限我们在玩 但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就是很认真在做事 然后呢除了摆摊主有说出之外 我跟Mag是一层组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 我跟Mag 为什么会跟这些国际交流活动产生关系 那我们其实一层组主要国际交流有两个计划 第一个是国际讲者交换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跟 在跟国际的一些会议交流的时候 除了他们会请一些讲者来台湾 然后我们也可以带一些讲者过去 就是参加他们的研讨会这样 那在Cose Cup 如果你们有人有投稿的话 你们就会知道就是在Cose Cup 投稿的时候会有一个说 你要不要参加国际讲者交换计划 然后就是要求你讲英文 那我们就会从这些讲英文的讲者去邀请 就是可以就是看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去国外交流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计划就是由Mag说明 是国际会议揪团区的计划 这个就是说我们除了 就你看到我们都去各国的研讨会这样参加嘛 但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在对Cose Cup来参与会众去推说 其实国外有很多研讨会 是不是大家也可以自己揪团然后去国外参加嘛 像这次其实他们去Folston也是揪一团 那因为我们认识的人都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朋友嘛 但有没有可能是会众之间 他本身也可以去揪团去国外 不管是去借进或是去参加 其实他都是一个机会 所以有没有这个媒合的平台 或者是你去把这件事情计算出来 让别人知道有没有这个研讨会是台湾没有的 然后你觉得你很有兴趣想要参加的 就我自己感兴趣可能就是像日本研讨会 我觉得有比较特别的那个风格嘛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 所以这个计划其实两个目的吧 一个是让不知道的人知道 然后让想去的人一起去 是这样 那不一定是要一起去 你可以是问一些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处理到现场的一些机票啊什么 他的行程是什么 然后大家都是为了去这个研讨会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开了这个计划 他主要是列那个list 然后你可以自己开Telegram的group 然后你让人家加进去之后 你可不可以在里面去做讨论 就看那个明年的时期 或是今年年底有没有那个研讨会这样 对 你们只要扫这个QR Code进去 现在上面应该就是 就我们有一个表单是 让你当主 另外一个表单是让你可以加入已经既有的团 那我今天早上check的时候 它其实上面已经有两团是正在揪人的状态 所以你们可以点进去看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上半年度 到底去了哪些国家参加什么活动 然后一个一个来介绍 那首先 这是摊位上的小镯 对 我们出门都会带着小镯 好 那进入下一张 这个请苏苏介绍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去欧洲我们的出国摆摊第一站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跟OCF一起去欧洲一个叫做Folston的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它有一点像Cost Club 就是也是帮在大学 然后不用门票就直接参加 但他们的人流就是也是我们的几倍多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这是我第一次去摆摊 然后我英文那时候就是很久没讲了 所以就有点紧张 所以我们刚好就跟OCF一起同一桌 所以我们就不用一直介绍 我们可能可以交给OCF的人 然后我们偷偷去逛一下这样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刚刚不是有讲说行李很重吗 我有一个想补充的 就是欧洲的路都是那种石头路 然后你的行李就是行李箱一直磕磕磕磕磕 然后因为它又很重 你在很怕那个轮子坏掉这样 但因为就是这个活动 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回想很好 然后所以我才决定说之后出国也是可以就是 一直安排出国的摆摊的行程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这几天有没有感受到说 我们的外国讲这也是有多一些 然后有一些也是从欧洲来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边 我们那时候有找到一个VLC的 法国的一个 应该说VLC是一个软体嘛 那他们就是有两位法国人他们有来摆摊 然后在四楼 所以如果你还没逛的话等一下可以去看看 好 其实刚刚讲那个纠团计划 他们去的是都是认识的这些group嘛 但其实我看到很多台湾的朋友 跟他们可能彼此之间没有太认识 就是可能跨一个两个关系认识 那他们其实是纠团一起去 所以其实你们应该是遇到很多台湾人 对 对啊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之前 活动之前有一个算是 大家一起集体吃饭的聚会 那时候就有很多台湾人 然后就是纠团一起来 然后一起吃饭互相认识这样 对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摆摊的这几位 就是来参加的也是很多 对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听 叔叔有分享过说 就是在欧洲参加摊位 就是逛摊位这些人 跟台湾的民众 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你要跟大家分享吗 好 就是 就是因为在台湾摆摊有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害羞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摊位的人互动 所以说就是之前我在台湾摆摊的时候 我会比较主动的就是跟来的人聊天 然后问他们说 你知道我们活动吗 然后想要了解什么 但那时候我就是带着我这种 就是很亢奋的心 然后去欧洲 然后想要跟那边的人好好介绍一下这样 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个欧洲人来 然后他就在那边东看西看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我要主动开话题跟他介绍 那我要开始讲的时候 他就说 不用没关系我就看看这样 就是他直接拒绝我 然后后来就是 我有去逛其他的摊位 他们的风格其实也是 就是他们不会太 就是逼迫你一定要 就是听他的介绍 他会就是让你舒服的逛 然后就是有问题就是你可以直接问他 那他会很热心的回答你 所以后来就是我也是就放宽心 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也都很热情 所以他们来逛摊 我也觉得我们很有趣啊 然后就会问一下 我们是什么活动 然后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继续跟他介绍下去 那这活动办什么时候 都办在就是二月 一月底二月初 就是大概是这个时间 就是农历过年附近 所以有时候会撞到农历过年 就是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初叔叔他们为了就是去Forsetum 准备的东西 哦这是Forset Asia 他们在Forsetum 有先准备了这种小纸条 哦对因为就是Forsetum 那边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有一个布告栏 就是他们是 就是给你贴各种东西 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会自己去贴 说我在找工作 然后你可以找我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个 就是像集屋出租的小纸条 那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撕一个小角 然后就来我们摊位换一个小礼物 然后真的是人潮涌现这样 对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 也有些人他就是想要来换小礼物 不过因为人潮本来就很多 我们就有点负荷不来 然后我就想说 好来之后还是不要做这个好了 就是跟真正就是有来摊位想要了解人交流 就也很好就是不用就是硬要再做太多事情拉那个人潮这样 那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很酷 就是真的很有很西方文化的感觉 很像在那种西方电影里面会看到的东西 对啊 然后刚刚上一页是就是Forset Asia 是另一个活动 好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Forset Asia 其实跟Forsetum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摆摊的时候 亚洲摊位其实就真的很少 然后另一个亚洲摊位就是Forset Asia 然后我们就想说就都是亚洲嘛 然后在新加坡我们就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然后他们也有邀请我们说 他们的活动在四月底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去有一个摊位这样 那因为其实新加坡大家也知道就是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很多国交流的枢纽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摆摊之后 也有遇到很多国的人 就是可能印度啊 或者是泰国印尼那些都有 就是很多亚洲的国家 然后也有欧洲的他们其实也都会 蛮习惯去新加坡的 所以在Forset Asia 我觉得算是真的就是推广了CostCover更多 因为就是在那里很多人就是离台湾比较近 那他们也更愿意过来这样 那他这边主要讨论的主题大概是什么 就这个也很好 他Forset Asia的话前面就是什么自由 也是自由软体的一个主题 就是他们也是很多跟自由开源软体相关的主题 所以就是也没有特定说是哪一种 就是只要跟开源软体相关 他们都有可能会讨论 CostCover很像 对 蛮像的 可是他这个是就是要交钱这样 对 要交钱 OK 要交钱 好 那 对 这是 诶 这是什么啊 这是你们做的文宣吗 对 因为 后来又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想要逛逛 我们那时候遇到有人就是来 你们有什么文宣 然后他就全部拿一拿收进包包里 然后想说他怎么了 他就说因为他时间很赶 但是他想要了解所有的坛位 所以他要把所有的文宣全部拿好 然后回家看 那这个时候其实 这个就很派上用场 因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章 所以就是很容易罚 然后大家回去就是想要少QR Code 什么都还来得及 就不用当下就直接拿出手机查东西 所以我其实虽然大家可能觉得说 现在不就是电子化吗 但是做这个纸的话 其实还是蛮容易让人随身攜带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参加的活动就是这个 OSPN Open Source People Network Japan 在明古屋的活动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国际奖者交换计划 我们有就是带了四个奖者 参加明古屋的这个活动 但因为当时是四月 所以明古屋那时候还没有开放 而这个活动他们其实蛮妙的 他们 呃会议是线上 可是他们的摆摊是线下 然后分成两个礼拜进行这样 所以我们就有参加他们线上的演讲活动 那左边是我 我有就是介绍一下Cost Club 然后第一次用日文报告 超紧张超多人 然后我日文就讲的就是很不怎么样 但是就是日本人都很好这样 然后对右边就是我们的讲者 那为什么会放特别放一下讲者 是因为就是我们这次去的议题 有大概一半是跟AI相关的 那这这点让日本人很惊讶 那他们很惊讶这件事 也让我很惊讶 就是原来就原来他们就是 可能AI在他们那边还没有那么红 我不知道是因为明古屋的特性 因为明古屋是Toyota嘛 就是他们那边其实比较多是重工业偏机械 然后所以他们的这一类的可能议题比较少 还是因为就是日本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好高物源 就是又虚无缥缈的东西之类的 反正他们就是对于我们有很多AI相关的主题 这件事算是蛮有兴趣的 他这个OSC是不是日本有好几个不同的地区 这个组织叫OSPN 然后他们每年都会办很多OSC C就是Conference的C 然后他们会可能东京办一场 过一两个月就明古屋办一场 过一两个月就北海道办一场之类的 他是就是在全国各地 就是不停地举办的一个Conference 对 然后除了讲者交换之外 我们也有去摆摊 那去那边摆摊也很有趣 就是因为日本离台湾很近嘛 所以我们在就是去的时候 我们还会跟他们顺便介绍说 喔台湾有什么就是 好吃的东西啊 什么芒果冰啊酒粪啊 日本人看到都超开心的 对然后 跟刚刚叔叔讲的欧洲人的那个 民情又不太一样 就是日本人就是跟台湾人比较像 他们也是偏害羞 就是甚至他们可能比台湾人更害羞 他们就是会用一个很好奇很想了解的心情 就是一直在你的摊位这样 前面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看很久 然后他就是不来跟你讲话 那你就要着重跟他讲话 那他听到你跟他讲话 而且还是讲日文 他们就会很开心 就会跟你交流 而且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日本人比较喜欢 就是娃娃类 就他们很多可爱的那种吉祥物嘛 就他们真的超爱小卓的 就他们会一直来就是摸摸小卓 就是摸摸小卓就走了 然后再回来摸摸小卓 就蛮可爱的 对啊 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就是 体验不同的民情也是蛮好玩的 对 然后就是 我觉得日本人很 有一点很让我觉得很感动 是就是因为他们 我们去嘛 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跟我们接洽的一位叫Ota-san 跟另一位Naru-san 就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在帮我们宣传 那因为我们就是日文就讲的不怎么样 那有些日本人来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就是 他们是OSPN的人 但他们会就是帮我们 就是跟日本人宣传Cost Cup 然后还会就是穿着Cost Cup的衣服 然后很认真帮我们宣传 然后还有邀请我们上OSPN的YouTube 对 这是我们在YouTube上的截图 那蛮可爱的吗 后面那个斗篷啊 然后也有那个VSC的帽帽 DLC的帽帽 就是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做这些事 让我觉得就是很sweet很可爱 然后 这次的他们的OSC Nagoya的摆摊 有跟另外一个活动合办 那请Mac介绍一下 这个是他们日本一个 算是很普遍的一个活动之后 技术辅 我想好奇还有没有人听过 可以帮我举个手 还没有人听过 就是 他们做法是这样 有点像如果你知道动漫展 然后有同仁志在卖的话 其实他们是类似的感觉 那他们是类似我用写一本书的方式去记录一个实验的过程 或是一个技术的内容 然后就小小的册子 然后卖给你 他的价格大概跟你去买同仁展大概贵1.5倍到2倍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们其实还蛮喜欢这种 我画一个自己喜欢的封面 我是找一个绘师做一个封面 然后我把我实验出来很精实的内容给你 所以我那时候逛那个会场我就看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跟硬体有关的内容 然后我自己也买了基本上蛮有兴趣的这样子 就很多都是跟硬体啊什么VLSI或是FPQA那些有关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 然后像这个 这个是 他们是一个kingtone kingtone是一个他们的服务 在日本很famous的一个服务 然后在台湾不流行 然后那一个他们公司的开发商的一个工程师 就自己出来写了三本书 用kingtone去做游戏web还有写千段这样子 就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这个你看到的是 是一个 他用这个轨道做乘法器 三乘三 最多到九乘法器 然后就真的是放一个火车上去 然后你放在不同的轨道去切换 他就会到那个终点就是他相乘的那个数字 这蛮有趣的 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摆摊的地方 很多这种实体展示可以让你亲手放东西上去 去玩的东西 或者是让你看到一个东西在那边跑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应该是Raspberry Pi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拿自己的yoko卡在那边逼 就蛮酷的 对啊对啊 蛮多可以让你那种摸摸看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这种东西你买下去你就会觉得有那种收藏的价值 可是如果我是浏览网页的文章 我就把它save起来 然后可能用也不会再开 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在推 对啊 所以这些是我们去日本的体验 然后接下来 就是日本完之后不到一个礼拜 他们又去了香港 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超厉害的 对 香港的话其实 以摆摊的感觉的话 香港就是双语嘛 基本上英文也通 然后中文也可以 所以其实在香港的话 我们这样介绍是蛮轻松的 就是我们在香港的话 我们一样是做交换奖者 我们也是带四个奖者出去 然后叔叔也是其中一位奖者 就是说如果你在今年的议程 你有报那个 那个国际奖者交换计划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会邀请 然后你说你要来的话 你就准备个简报 然后我们就 会把奖者送到国外去做交换 然后我们到香港的时候就是 我们就分享那些议题嘛 然后 我现在看到应该是奖者 就是后面站着的四位都是奖者 就是圣佑跟Coco 然后Tumo跟叔叔 他们是一起出去奖者 然后我们议程组 是代表出去摆摊这样 然后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香港人过来 我们是带凤梨书过去嘛 对不对 带凤梨书 然后香港人一开始看到我们就说 你怎么没有带乖乖 香港特产怎么不是 台湾来香港不是应该带乖乖吗 对啊 蛮有趣的 就是乖乖养民国际 通城式的国际 对我们 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也有带那个 就是 凤梨书 对凤梨书 那日本人他们喜欢吗 我觉得他们觉得 就是都超爱的 然后我还有带 准备一个是 里面有 就是他叫凤凰书吧 就是凤梨书 然后里面有蛋黄 然后他们觉得 这好酷喔 这什么东西这样就很兴奋 然后香港其实我们还有带太阳饼 但他们就觉得 还好我就是要乖乖 这样 对 然后 喔对 就是 在香港的时候 我们终于完成了实体的 就是讲者交换 因为就是日本那时候很可惜 是只能线上 那在香港的时候 就是终于有实体 那我 因为我没有临 就是我没有到那边 我很想知道就是实体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样的 现场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现场感受 第一个就是 我出去已经是 既然他们要讲英文啦 所以就算你是去香港 发表讲者 其实也是用 大概准备一下 那个英文的讲稿 然后上去讲了 然后其实 我觉得讲的一题还不错 就当作是一个练习 其实我们也没有限定说 你一定不可以重复你任何的主题 大概就是 大概稍微修改一下你的内容 精进一下 然后你可能在国外练一下 又回来继续 发表你的那个主题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 当讲者的心情 就是 因为我也是讲者嘛 然后我 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 要不要去讲 然后我想说 还是我就讲一下 我出国摆摊的故事好了 对 然后所以我就 对就是只是讲我的经验而已 而且 因为我英文其实没有到那么好 我就 知道的单字没有到很多 所以 我就是去那边 然后用英文印讲 然后心想说 我那时候边讲边想说 我这样讲 他们到底听不听得懂啊 这样 但是后来就是又有一个外国 就是讲者 然后他也是有跑来我们 他会说 哦你讲得很好啊 然后Costed Cup 是我什么最爱的一个 就是conference 就觉得还满感动的 就是有外国人 会来给我们这样的回馈 所以其实 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想要 就是出国去 呃 看一下其他conference的话 就是国际的 讲者交换计划真的很推 然后也不用担心说 自己英文真的很不好 因为我觉得 他们的包容度都很高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 这不是你的母语 所以他们不会很在意说 哦你的英文什么太烂啊 什么的 这样 对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 有个蛮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在香港 有时候遇到一些来逛台湾的人 其实他现在也出现在Costed Cup 而且不是少少数几个 甚至叔叔他们在那个Folstein 还是Folst Asia的时候 就遇过那个人 所以那些人是环游世界 包含就是今天你看到 后面来一位那个Otasang 他其实也是环游世界 对啊 我们在每一个活动都有遇到世界 Otasang就是刚刚有介绍到 我就是在 啊我放一下Otasang好了 Otasang Yeah we are introduce you Otasang We see you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Otasang就是真的很照顾我们 然后很就是 很努力帮我们宣传Costed Cup 然后跟日本人介绍Costed Cup 这样子 对 Otasang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然后 呃 刚刚都哪 哦经过了这些旅程之后 诶刚分享 对对对对 OK好那经过这些旅程之后 我们就是 当然我们就是去摆摊 不只是出去玩嘛 我们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要知道 我们就是 对Costed Cup 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 除了让很多 就是 原本不知道Costed Cup的人 知道Costed Cup之外 他们之中 有一些人是真的有 对Costed Cup产生兴趣 然后真的有来参加 对 像这几天你们应该有一些就是 就是 那时候在国外遇到的朋友 是真的有来参加的 什么印度人啊 韩国人啊 对啊对啊 他们都是 在 诶你是在Fosted Asia 遇到的吗 Fosted Asia 跟Fosted都有 就是 像有一个什么 frameware的 frameware鬼的 他就是在Fosted 就是遇到我们 然后 在Fosted Asia他也有去 然后他来我们的摊位 就是 朋友们说 诶我要去Costed Cup 那我饭店可以订哪里什么的 就是 他们其实指导的时候 真的会考虑要过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用想说他那边 这个国家很远 他们不会来 就是先不要有这种预设立场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在日本的时候 有遇到一个来逛堂外的人 他是说他 原本就 很想去参加海外的一些会议 但他就是没有头绪 他对海外会议不了解 不知道从何开始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 他就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台湾离日本很近 那如果他要开始往海外走的话 台湾是 就是他的一个 走第一步的最佳选择这样 然后 我不知道他今年有没有来 不过我觉得他是 真的对我们蛮感兴趣的 然后除了人之外呢 我们今年在就是 投稿的时候也收到了 就是比往年更多 来自国外的投稿 那相信也是跟 就是我们在这些摆摊的宣传 有点关系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今年还有就是 新增一些就是 从国外来的一些社群摊位 包含香港的堂位跟韩国的堂位 那这两个堂位是怎么牵线的 就是你们要介绍一下吗 香港的话 应该是我们一直都有 就是本来就是朋友 然后会互相去交换这样 那 那个韩国的话 刚好 是因为我们去Forset Asia的时候 他们 我先讲 他的故事应该是从Forsetan开始 就是我们去摆摊 然后韩国人就看到我们在那里摆摊 他想说哇好酷喔 就是既然有亚洲人会来欧洲摆摊 这样 他就来问了一下 他想说那我也来做一个好了 所以他在 他也去Forset Asia 摆了一个 就是香港的community 不是 不是 那个 韩国的community的摊位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再去跟他交流过后 我们就跟他们说 Cost Cup在7月底 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好 那他们决定也要来 所以他们这一次就也有 就来这边就设立一个Koreancommunity的摊位这样 那这个摊位好像蛮特别的 它是由韩国的三个不同的社群一起出摊 不就有韩国C++ 对 还有Ubuntu Ubuntu 还有一个 有点忘记 但本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想要详细了解 就是他好像在六楼还五楼 五楼 对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摊位 就是应该是蛮有趣的 他们就是我们在Force Asia认识的新朋友这样 然后 除此之外呢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国际奖者交换计划 那 那些香港奖者 还有日本奖者 今年同样也交换进来台湾 交换进来台湾 就是有在Cost Cup演讲 那这个是昨天就是在 日本的Track的一个盛况 然后 你看满满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日本人真的是非常的 我真的说觉得他们非常的好客 就是我们给他们一盒凤梨酥 一盒凤凰酥 结果我回去的时候就拿到了四盒点心 对 就觉得非常的受从若惊 然后很开心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然后同样的那个 香港也是在昨天就是有 这个交换的江浙的鬼 对 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很盛况 然后除了当然除了这些就是实质上的效益之外 我们有多了很多朋友 耶 白手 对 然后 呃 第一个图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除了就是去参加摆摊之外 然后我们有去东京 和就是在那在那边的一些就是可能 呃 是社群认识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 就是可能 其实主要是台湾 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 对 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的社群 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的社群 我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吃饭 然后想说就是 以后如果我们有要在日本的社群 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就是说不定 他们有可以帮上忙的一天 就是 先跟他们来个交流这样子 对 然后右边就是Ota-san 对 Ota-san跟 就叔叔他们在新加坡 就是他们 对 欸是新加坡吗 对 对对对 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子就是 很多的很多跟就是外国人交流的机会 其实是蛮难得的 对 然后 呃 那我们就是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短短的QA时间 看到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我想帮忙推广一下 就是呃今年其实还有另一个 呃国外的议程是那个中国的 对 对对 对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这次签证问题有一点可惜 就没办法来 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中国讲者是线上参加 对 然后他们 其实开元社也有 在10月28 29也是有一个活动 然后在成都 所以如果说大家对去成都有兴趣的话 也许我们可能会有国际交流 我不知道 开团啊 大家想去中国分享演讲的话可以 可以来找我聊一下 对 关注一层主 对 然后这位这个是TED嘛 TED其实是 呃 那个 中国开元社的 也算是成员 核心成员嘛 这样子 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 请进去 那个大家好 我是 中国开元社的联合创始人 那我在中国工作22年 现在搬回来了 那在高雄 已经做三年多了 跟着我们家的那个长官 我太太啊 那个 那个取姬随姬 取狗随狗 Anyway 这次呢 本来 2019年的时候呢 中国来了十几个团 来十几个 然后到Costaria 他们好喜欢 但是一直想说要再回来 但今年呢也有十几个人报名 但是 就是两边卡来卡去的 不能来 很可惜了 因为希望呢 明年或是 有机会 或是今年下半年 十月底的时候 大家到成都去玩 好 吃好玩 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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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听我们这样子随意的聊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看来有没有什么 要问题 要问 好 请说 您好 没办法站起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些工作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其实因为我和我的同事 我们俩自己 其实就是在Forsetland 在你们的bots 然后知道你们这个会议 然后过来的 但是我这是第一次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会议办法非常好 但是中间我有个疑问 就是说 我感觉 这边的talk 然后中文占的比例非常高 和就是其他 谈到的一些就是conference 我想说你们这边有没有就是计划 或者是任何的想法能够把这个方面稍微改进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本身是在英国工作 然后呢我参加 我们也是一个做开源的公司 然后我参加这个会议还蛮多的 这个欧洲和北美的 然后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英语为主 基本上除了在台湾的这次 以及中国的以及日本的会议之外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有人 是用非英语去做这个talk的 但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弄不弄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一场就是这个中文的比例非常高 甚至比中国大陆的那个演讲 中间使用中文的比例都要高 所以对我这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能够可以扩大一下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 谢谢 那其实我们 我们应该是有统计一个数字 是我们英文的比例 就是说 我这个其实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在一两年前 然后我们一两年前其实就有这样 已经有在做这个计划 就是 多国语言计划 其实叫 Global Connect 然后我们推的计划是 出国交换 我们补助你机票跟住宿 出国交换来提升英文的比例 所以其实去年 我们用比较强硬的方式在推的时候 很 其实蛮提高了很多的英语比例 大概 大概三到五十件 全部都是讲英文的译成 然后今年的话 它的比例更高了 对 所以今年比例我记得 应该是有八十几个英文的tot 其实是也算是蛮多 在我们今年大概三百 三百几 三百八 三百八十个译成 三百四三百八译成里面 其实占比有大概八十个译成都是讲英文 虽然没办法提升起来是因为有些人他会认为说 我讲中文比较能够精确的表达我的意思 那其实我们尊重他 但是我们也是会多推说像讲技术的议题 特别是技术的议题 是可以用英文来试着去分享 或是简报 至少简报要全英文的 至少别人进来的时候 还可以看着简报顺一下 对但是 这个东西大概还要在一两年去慢慢推广 然后我们也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推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在进行 我想要補说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不是新的问题 就是大家其实讨论过 那我自己出去摆摊之后的观点就是 我觉得因为你要让就是只有台湾的活动 他们讲英文的话 他们可能会想说有必要吗 我们就都是台湾的人 但是因为刚好这一次如果说我们外国人 人流量提升 那他们其实有一些就是这次来参加的讲者 就会意识到说有外国的讲者 那我也可以考虑英文 那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越多外语人士参加 然后再越来越多讲者可以用英文之后 就会越来越有更多英文的track出现 这样子 对 然后我其实想要聊一件事 就是昨天呢 早上有一个prime session 是我们的key note讲者 她是一个住在德国的巴西女生 然后她是分享她在就是开源社群 那她其实是有讨论到这件事 她觉得就是 我们除了就是使用英语之外 我们应该要就是保留自己我们当地的语言 因为用我们的语言 我们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想法 比较精确去表达我们的事物 所以在就是她是 她可能是对就是事情 都会带着一点比较批判性的思考 她会想去challenge说就是用英文当主流这件事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本来其实是 这几年一直在推就是想要 希望讲者多讲英文多讲英文 但其实昨天我跟就是我们一层组组长 聊过之后我们就听到她的演讲 其实是有启发说 欸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有在反思这件事情的必要性这样子 嗯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valued point 对 但我想稍微就是 纠正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点 可能有两个点就是我关于说英文支持的两个点 一个是说演讲者用英文去给这个演讲 这是一个点就是说 为什么因为 如果是我们现在限定的时候 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台湾人 所以说我们用中文 这样她本身就设立了一个壁垒 就会让听不懂中文的人 她就不愿意进来 对吧这个本身 她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影响 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说的英文支持不光只是说关于这个演讲 而是说给英语或者非中文使用者的这个演讲之外的支持 打个比方 因为从我的角度考虑的话 我是想说 我觉得这个会议非常好 然后我们自己公司本身每年会参加很多会议 我们也会去给很多演讲 但是我们的同事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全是外国人 所以那我说OK 我们这有非常好的安静力量 我们有非常好的talk 我想把它引入到台湾的Course Club 我怎么样去说服他们过来 他能在这里获得多少支持 他如果觉得很麻烦 他可能就不会愿意来了 对吧 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从会议就是怎么样和非中文的使用者去提供这个方便 因为我这次过来 主要想看一下这个会议的情况 然后我自己并没有参加太多的会议 但是我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很多英文的这个演讲者 他们都是用远程的方式来参加的 其实不涉及到他自己人出现在这里 然后他有很多其他方面不方便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点 我没有说这个问题 现在马上解决 但是对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点 对 然后刚才说到昨天那个 讲Kelos那个女士 对我们后来昨天 其实喝酒的时候也聊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他确实是 他对很多这种 现在很主流的这些事情 他是有一些批判性的一些思想 他特别是谈到Forsetan他非常不喜欢 他说他喜欢 他喜欢Course Club 但因为Forsetan里面 95%以上全是男性 白人在那里说 他说我觉得在那里压力很大 我在这里 我觉得很开心 对 但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关于语言这个话题 我没有听到 因为我昨天早上我听到九点半 我去听别的去了 我没有听到他后面的说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回头可以问他一下 但是我想说的是 提供这个英语的支持 并不是说我们认可 英语一定是最主流的一个语言 而是说当你不确定 或者你想让你的听众更多元化的时候 我们选择一个 从概率上来说 最多人可以方便的一个语言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项 或者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并不是说英语一定比其他的更好 对吧 但只是如果是大家不确定 对对 就从概率上来说 我用英语 然后接受的人能够更多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点 就是说 我非常同意 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母语去表达自己的思维 肯定是更精准 然后大家也会听得更舒服 但是 这中间就有一个取舍 就是因为像我们其他的会议 刚刚我说的 大家都用英语去说 并不是说大家都说得非常好 我也里面有很多 无论是来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演讲者 然后英语说得也不太好 甚至我都听不懂 但是 对 但是 就是说 这个形式上面 他用一个 感觉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比较 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尊重的一个方式 OK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好 谢谢 就是 对 所以我们就是 应该也就是 可能就是想办法慢慢慢慢就是去提升这件事 就是 这是一个 无法一下子就咻 就达成的事情 对 不过我们这几年一直有在努力推这件事 那也希望就是能够就是越来越提升这个比例这样子 对 对 对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你们可以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对 那我们就先进入下一场议程 谢谢 谢谢 谢谢